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并没有告诉他 你可知道这是富士财团旗下的比输小区 并不是有钱就能进来的 难道是被包养 停止你的幻想 我明白的 你一定是被继死刑伤太深 对了 我听说孟静雯和复习生两人之间 连孩子都有了呢 那孩子只是孟静雯收养的 和复习生没有关系 你生气吗 不说这个了 宁欢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作家 他叫任谦 和我认识的那些男人完全不一样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 没想到这么早 宋次就遇见了那个害死他的软饭男作家 前天我出门车停在路边 不小心被他朋友的自行车给划到了 他朋友当时甩赖说绝对不会赔的 还对我大吼大叫的 幸亏他帮我说话 还一力承担下来了我的车的损失 事情发生到现在 他有没有赔给你钱 没有 他生活不容易 我没有打算让他赔偿 他真的非常非常有才华 只是坏菜不越 我想动用爸爸的关系 帮他找个出版社出诗集 现在还有什么人会看诗集 而且你也不该为了刚刚认识的人 放弃苏木哲吧 上一世作家为了出书 还逼当初已经和宋家断绝关系的宋慈 回家要钱 宋慈 不要成为下一个我 还记得当初我对季子行的偏执吗 我觉得他和你想的 并不一样 你的朋友来了 师父牺牲 他居然回来了 宁欢 傅先生为什么会在这儿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等等 我送你 让女佣送这位小姐出去就好 至于你 刘散 糟糕 你没有和你朋友说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 我怎么忘了 你当初用自杀来威胁你爷爷 答应你隐婚的要求 这个女神就觉得我这么见不得人吗 隐婚是上一世的我的决定 那时候的我并不在意她的看法 考试考得怎样 还不错啊 不得不说 你帮我画的重点真的几乎全对 这次考试简直是太轻松 那是锦年哥画的 他担心你会有负担 所以不让我告诉你 还记得和宋慈 宋锦年是小时候的玩伴 长大反而疏远了 替我好好谢谢锦年哥 还有宁欢 你太不厚道了 你和傅先生结婚的事 居然不告诉我 我毕竟还没毕业 不希望别人知道我结婚的事 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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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开个派对 你们要记得来哟 好 故事 他居然给我打电话 1 小时 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